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隊長的決心活動呢 即將到來到我們的Pokemon GO了 那究竟這個隊長的決心活動裡面的內容是怎麼樣呢 都會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做個分享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的話呢這個隊長的決心喔 它的開始時間的話是在8月24號的早上 一路到8月31號的下午 這時間蠻特別的是8月31號的下午3點 那這個詳細的內容呢 其實就是有全球的相關大挑戰喔 那這個全球大挑戰呢會分三個部分 一個是勇武全球大挑戰 那其實就是紅隊的這個挑戰 那再來是靈犀全球大挑戰 然後是黃隊的 還有瑞治全球大挑戰是布蘭雪是藍隊的 雖然說是分這個紅黃藍三個隊伍 但是所有的這個挑戰呢 其實不管你今天是身在哪個隊伍的話 其實都是可以來參加的喔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就先來看第一個挑戰內容吧 第一個的話我們來看一下紅隊的這個挑戰 這邊要再次跟大家重申喔 雖然是紅隊挑戰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黃隊或是藍隊的話呢 一樣也是可以來參加的喔 所以這個紅隊的挑戰呢 叫做勇武全球大挑戰 那挑戰的目標呢 就是擊敗7500萬位的這個購火箭隊手下 非常多 所以這個是要全球的玩家一起 那挑戰的期間的時候 購火箭隊呢 出現熱氣球 以及出現在補給戰的這個機率呢 會提高 讓大家更容易可以遇到這個購火箭隊的這個手下 挑戰成功之後呢 會有以下的這個獎勵可以獲得 完成這個無勇隊為主題的現實調查呢 就可以遇到這個穿著坎提拉主題裝飾的這個小火碼 另外的話就是旋轉寶可夢補給戰時獲得經驗值加倍 以及解鎖零溪全球大挑戰喔 所以意思的話呢 其實就是要先解完第一個這個挑戰 解完之後呢 才可以解鎖第二個挑戰 那第二個挑戰呢 就是零溪全球大挑戰 那這個零溪全球大挑戰呢 其實就是黃隊的這個挑戰 所以紅隊先再來才會換到黃隊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黃隊的這個挑戰內容喔 黃隊的這個挑戰內容呢 叫做零溪全球大挑戰 他的挑戰目標呢 是孵化2000萬顆蛋 這邊官方沒有特別說是要孵化2公里 5公里10公里還是7公里喔 所以我想到時候應該孵化哪種公里數的蛋 應該都可以喔 同時的話在挑戰期間生效的這個獎勵加成呢 就是在孵化的蛋 他的公里數會變成1分之1 所以可以讓大家加速可以孵蛋 所以記得在這個零溪大挑戰的時候 就是要每天孵好孵滿喔 那另外的話 就是在這個寶可夢的7公里蛋呢 也有機會可以孵出來 戴著派對帽的臭泥 熔岩蟲 戴著遮陽帽的懶人懶 小獅獅 樹枕尾熊 以及托哥德馬爾 那以上這些寶可夢呢 都是有機會可以孵出異色色違的 那完成這個孵蛋挑戰 也就是黃隊任務呢 可以獲得到的這個獎勵喔 是有機會可以遭遇到 穿著史帕克主題裝飾的電擊怪 那這個的話 有機會可以遇到色違的 另外的話 就是孵化可獲得的這個星星沙子呢 會加倍 以及解鎖最後一個 就是藍隊的挑戰 睿智全球大挑戰 所以要先解鎖紅隊的 紅隊解完之後 才可以出現黃隊 黃隊解完之後呢 就可以解鎖這個 瑞智全球大挑戰 就是最後是藍隊的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藍隊的這個挑戰內容 藍隊的話呢 這個瑞智全球大挑戰 他的這個挑戰目標呢 是完成3500萬的田野調查課題喔 這個數字其實都是蠻驚人的啊 不過大家到時候應該是可以觀測到這個數值的這個條呢 再一路增加 應該就會有跟這種全球玩家一起來 共同完成任務的這種感覺喔 那挑戰期間的時候會生效的獎勵呢 就是訓練家可以進行活動主題的這個田野調查課題 那完成相關的這個田野調查課題呢 會有機會呢 可以遇見火球鼠 鐵雅鈴 圓蓋海龜 始祖小鳥 鴨寶寶 電飛鼠 媽媽小魚 年年寶 浩勝蟹 以及一對鼠 這些寶可夢喔 那完成這個3500萬的田野調查課題呢 就是完成這個瑞智全球大挑戰 可以獲得到的這個獎勵有哪些喔 可以獲得到的獎勵呢 就是有機會可以遇到這個穿著布蘭雪主題裝飾的拉普拉斯 這個算還不錯喔 而且這個部分的話也是有機會可以遇到異色色違的 另外就是讓寶可夢進化的時候呢 可以保證獲得兩顆XL糖喔 這個其實也不錯 所以到時候大家就要齊心協力跟全球的玩家呢 一起先把紅隊的破關 破完來破黃隊再來破藍隊 那這邊再跟大家重申一次喔 不管你今天是藍隊黃隊還是紅隊 你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挑戰這三個不同種的這個全球大挑戰喔 不知道看到這邊你覺得如何呢 覺得不錯的話可以動動手指訂閱起來 另外的話呢 就是我的頻道現在有新增會員集聚 趕緊加入會員 支持我創作更多攻略相關內容喔 另外的話呢 在這段時間的話 官方也有推出相關這個付費解鎖的限時調查 那這個價值呢 大概是5美元 台幣的話大概是150塊 裡面包含呢 兩張特級對戰入場券 一個火箭隊的雷達 一個超級孵化器 以及一個幼兒魔組喔 以及最後是與隊長主題 扮裝寶可夢相遇的機會 在這個活動的期間 也會有相關寶可夢補給戰的這個選秀會 那另外在這個Pokemon GO Web Store呢 也會有淡去恆生的這個相關優惠喔 只要在這個Pokemon GO Web Store 購買隊長的決心入場券 即可免費獲得額外的孵化器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官方也蠻明顯啦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買這個隊長的決心入場券的話 就是盡量不要在遊戲裡面的商店 在這個Pokemon GO Web Store裡面去做購買 就可以有額外的這個獎勵 大家要記得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在這段時間 我們可能會遇到的其他活動喔 首先是聚焦時刻 那聚焦時刻的話呢 是在8月27號星期二晚上6點到7點 會有大量的小瓷怪出沒 所搭配的效果呢 是兩倍的這個進化經驗 那傳說團體戰的部分呢 從8月21號到9月3號呢 已經正式更新為我們這個哲爾尼亞斯 而且是有機會可以捕捉到異色的喔 所以這陣子的時候 大家可能也可以把握這個哲爾尼亞斯登場的時間 給他狂刷猛刷 那最適合狂刷猛刷的這個時間當然就是晚餐約會 所以哲爾尼亞斯他的晚餐約會時間點呢 一個就是在8月21號的晚上6點到7點 另外一個就是8月28號星期三的這個期間呢 所以這兩天的話 大家可以記得備好你的挑戰券 然後再來狂刷猛刷這個哲爾尼亞斯吧 另外在超級團體戰的部分呢 從8月21號到9月3號呢 就是正式改成我們這個超級暴飛龍了 所以如果你目前的這個超級暴飛龍的這個能量 還不夠的話 也可以好好把握這段時間 農好農慢喔 那以上呢 答案就是這一次 關於這個隊長的決心相關的內容啦 不知道你們對於這個活動的內容 是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呢 我們可以一起交流交流討論討論喔 那謝謝你看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訂閱我的頻道 avv 按讚用 按讚用